台語 動物大明星 換誰當明星 一看到今天的主角 想必你一定會先注意它elli直巨大的嘴巴 沒錯 它可是嘴巴大的出名 而更剩大嘴鳥的白蹄虎 你瞧 它的双下巴 拥有像橡皮筋般 彈彈的弹性 这是为什么呢 翅膀张开又会有多大呢 小小的眼睛 粉嫩的双颊 却留着一颗小小旁客头 身性害羞的它 内心想必也是个摇滚达人吧 快跟着我们一起来认识它吧 喂喂喂 别再赖床哦 太阳都晒屁股啦 我们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不是懒惰虫儿被鸟吃 别吵啦 让我睡个回笼觉 再咪一下下就好 好啦好啦 我起床就是了 别再催啦 我这不就起床了吗 一大早就扰人清梦 好啦好啦 各位观众早安 我们是白蹄虎 也有人叫我们唐鹅喔 那其实白蹄虎 它是蹄虎里面其中的一种啦 那是白蹄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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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确定说他们是真的有吃到东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多数都是生活在海里面的 我们主要生活在沿海以及内陆的湿地或湖泊 夏天的时候会在欧洲东南部地区繁殖下一代 然后再飞到亚洲西南部或非洲度过寒冬 而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园区里 一起来看看园区为我们打造的幸福环境吧 其实我们在园区里面总共有四只皮膚 我们都是一对一对的事情一起在生活的 其实其中的一对我们会在户外做生活 这户外的环境是一个非常大的湖泊 这个湖泊的话里面会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体重的影响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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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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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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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概就是七到八分的量 不會打磁吧 味道飽 因為牠們的健康長相 其實我們之前有試過一些淡水魚類之類的 那其實牠們的接受度不是很高 大多數的話 都是餵食一些原羊的海水魚為主 海水魚為主 因為其實蹄蜀牠們在野外的話 牠們就是肚子的就會自己捕魚來吃 牠們其實沒有分早上跟晚上 那因為我們這邊是人工飼養 那我們就會固定的讓牠們一個吃飯的食物 對 那我們吃飯時間大概都是下午的時候 大概四點鐘左右 讓牠們進食 對 牠們也習慣這種方式 牠們就會自己上來找東西吃 這就是牠們最喜歡的竹甲魚 因為牠們專挑這種美味多汁的魚類食用 所以園區在衛生和營養的把關上 就非常重視 那我們在拿到魚的時候會像冷凍之外 那我們在餵食之前會把魚拿出來解凍 那解凍的話會大概花一點時間 那解凍完之後我們會做一些魚類的清理 那清理會清理什麼 第一個就是牠們內臟的部分 那其實內臟去除內臟會比較麻煩一點 它會帶有一些寄生蟲或是一些病菌 那我們清除的目的就是 為了把這些病菌給去除掉 因為是人工飼養的關係 那其實當這些內臟去除完之後呢 我會重新再做清洗一次 因為那清洗的話目的是為了防止 剛剛剩餘的一些殘渣 剩餘的殘渣掉進牠們食物 這樣給牠們吃下去 食物都清潔完成後 還有一個重要的步驟 因為牠們經常性的挑食 飼育員就必須添加一些營養配方 來補充牠們食物來源的攝取不足喔 那清洗完之後 我們在餵食之前呢 會提供給牠們一些維生素 像是維生蜜B群或是維生蜜C 塞進去之後呢 當牠們吃到肚子裡呢 那這些維生素就跟著一起 在牠們肚子裡面去做消化 那這是屬於水龍心的 所以呢 牠們在吃的時候 不會增加牠們身體的負擔 可以給牠們人的 動物的身體給代謝掉 白蹄湖的視力非常的好 即使在高空飛翔時 漫遊在水裡的魚兒 也逃不過牠們的眼睛 不如在餵食之前 我們來做個小小實驗 測試牠們的視力 是不是像傳說中那樣發達 四育園站在兩百公尺外 手裡揮舞著竹甲魚 牠們能夠看得見嗎 快點 快點 我們的食物準備好了耶 你在慢吞吞的 到時候都被我吃光光 我餓不管喔 別這樣 等等我嘛 等等我啦 要吃飯啦 好開心啊 快點 快點 基本上來講的話 蹄湖牠們的話 我們餵食的時候都是 我們工作人員下去 就是近距跟牠們接觸 去培養感情 去餵牠們吃食物 除非說有某一次 牠們今天可能生病 特別有狀況 所以會特別去照顧牠 基本上我們都會 每隻每隻都很細細地照顧牠們 就是親自為牠們 給牠們魚吃 那為什麼要親自餵牠們魚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剛剛一開始有提到說 牠們的健康狀況 如果說牠們今天 進食的狀況不好 我們可以透過餵食的時候 去知道牠們 牠們今天可能是這樣 牠們吃的數量減少 是不是哪裡有出問題 那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用 秤體重的方式 可以知道牠們的 身體是不是有出狀況 有時候可能除了生病之外 牠們的體重可能會下降 不用下降我們就知道 牠們可能哪裡有狀況 我們就要稍微做檢查 那其實牠們一天最期待的就是 下午的吃飯時間 對 牠們其實在吃飯的時候 其實非常地興奮 看到我們的工作人員 真的是非常地興奮的 那其實牠們在吃飯的過程中 可以… 我們可以感受牠們喜悅 非常地喜悅 對呀… 我們每天最期待盼望的時刻 就是現在了 自育園每天都把我們照顧得 無微不至 農農農農農 好吃好吃 我還有一條 餵食完之後 我們還是一樣會清洗一下 牠們的生活環境 畢竟整天下來 牠們有一些排泄物 或是一些人為垃圾會出現 那我們會把牠們排泄物 清洗完之後 會把一些雜物 怕牠們誤食的東西 把牠們把牠們清理掉 那其實牠們誤食的東西 大概大小的話 會跟牠們的食物 就是魚掌的大小是差不多 例如一些 比較小型的一些鋁箔包 或是一些塑膠袋 那還有就是一些 像是衛生紙 牠們有可能也會誤食這樣子 那其實很多人呢 看到白蹄蹄 很高興的跟牠們說 牠們是宋子鳥 那其實白蹄蹄蹄 不是宋子鳥 宋子鳥的一個別稱 牠的名字叫做歐洲白灌 歐洲白灌 蹄蹄蹄蹄蹄izes 牠們的嘴巴很大 不是宋小孩子 那牠是種什麼 牠們其實在古代的時候 牠們是專門在宋杏的 牠們是宋杏的有財 牠們是有財鳥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白灌 不要把我誤認成白鶴喔 其實我才是名伏騎士的宋子鳥 請不要再冤枉白蹄虎囉 記得喔 我們在跟這些動物相處的時候 你要知道牠在生活的習性 也要知道牠的一些脾氣 其實動物不喜歡人家 拿東西去丟或是砸 或是用手很像要去 攻擊牠的姿勢 其實這些動物 我們只要用保持 大概一點點安全距離去觀賞牠 如果牠覺得你是沒有任何 沒有具威脅性的話 牠可能就會慢慢地親近你 有機會跟我們的蹄虎 做近距離的接觸 所以牠們是不會任意地去攻擊的 看完今天的白蹄虎 有沒有覺得 對牠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呢 雖然白蹄虎 並不是保育類野生動物 但大多數的白蹄虎 都是生活在海洋中 想要親眼看到白蹄虎在海邊遊遊 無邊際的天空翱翔 我們就要好好保護我們的海洋 去海邊不亂丟垃圾 自己帶環保餐具 從小小行動開始 不管是不是保育類 都值得被珍惜 下次又會輪到哪位動物大明星 來跟大家見面呢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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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